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加息 我们的生活具体应该如何应对 欢迎深看房源成业 我是宇辰 就在7月底 我们的邻居美国 按照普遍预期加了75%个点 今年9月大家预料 加拿大这边会至少再加50个点 对普通家庭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房屋贷款利率 发生了骤然的变化 一些家庭甚至不得不面对 突然变化的家庭的财政支出 开始面临紧张的泛滥的局面 那么我们可以具体 用哪些应对的方法呢 首先在未来短期的一到两年内 家庭可以尽量的缩减一些 不必要的开支 如果手头可以有应对 未来一年到一年半的生活开支 会让生活更加从容和比较有信心 应对各种背策的变化 其次如果你的家庭的贷款额度过高 同时手上又有余钱的 可以考虑加速还款 大部分的银行提前还15%到20% 都是没有发息的 第三呢 在安省任何房产买卖的 交易的费用都很高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 只要能扛得住 都建议长期持有 扛过未来的6到24个月 不要轻易去卖房 其实在各个其他省份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卖房的考虑 都需要仔细衡量一下得失 第四在目前这种环境下 自住买房首先考虑的方向 应该是实用和实惠 是否够用 是否够住 能满足未来3到5年的需求吗 投资属性 尤其是爱面子而买房的情况 都可以要把重量级别放低一些 第五对于刚需买卖房屋 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的资源 过去5到6年市场环境 跟现代比比较像的是2018年 另外看到明显放缓的时间 是2020年的5到6月 因此根据过往的经验 这种时机买楼房屋 回头看往往都是比较好的机会 我们虽然并非是鼓励 现在就去做所谓的房屋的抄底 但如果接下来9到10月 没有太大的变动 或者明年4到6月的市场 还是比较平静 那么市场对于买房者来讲 就是比较舒适和友好 大家可以比较有余地的挑自己喜欢的房子去谈价 也不需要跟别人哄抬房价来抢房 相对更容易买到自己满意价格的 和更加合理的 在7月份的成交的数据 我们也是看到了有这样性价比的房源出来以后 就立马成交的 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列治文屋的我去的一个房子 4000多尺 政府公价是140多万 最后是110万成交 所以这现在也是考验经纪人的时候到了 您是否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中 给你的买家找到最好性价比的房源 推荐给他们 但没有人可以准确预知到未来 所以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所谓的处底究竟是哪一天 大家多多关注市场的动态 把握实际做出您思考过后的判断 尤其是希望今期有刚需买房的朋友们 可以顺利开心的买到您自己未来心仪的家 感谢收看房源成瘾 我们下期见